你做这个工作,难道就没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吗?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只知道我是凭自己的能力赚来的钱,就不丢人。 李美珍从事哭灵人职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从刚开始哭一场给七十元到现在哭一场,已经能够挣三千元了。 现在的她一年几乎能赚到四十万到五十万元。 哭灵人要做的就是哭得情真意切,李美珍之所以能够胜任这个职位,跟她的早期经历有着撇不清的关系。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李美珍从小被父亲勒令退学,嫁人后又遭丈夫家暴十年,直到接触哭灵人行业后才算迎来新生。 那在她的身上有怎样的故事?她又是如何走上哭灵人这条道路的呢? 我要念书,我不要去嫁人。 李美珍声历劫地在家里喊着,女孩子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到最后不还是要嫁人? 你已经比其他的孩子要幸运多了。 我已经出钱供你念到初中毕业,认识了很多女孩子都不认识的字,你应该感到知足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李美珍的父亲正在不断地突围她。 我想去做一个教师,你要让我学习,我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教师的,到时候我也能够养活家里面。 李美珍做着最后的挣扎。 成为一个教师哪有那么容易? 你不要异想天开,继续做梦了。 咱们家里没有这个条件,供你继续读书了。 美珍啊,咱们家里现在这个条件你也看见了,咱们全家人都窝在这个小房子里面,一家人都快吃不上饭了。 家人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 李美珍的母亲也劝说着,李美珍出生在福建省长乐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她的家里可以平得上特级贫困户了。 家里除了她之外,还有七个孩子要抚养,李美珍的父母生活过得也比较艰难。 把女儿嫁出去,还能给她们省下一份口粮,同时也是给女儿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美珍,我听这个没人说了,这男方的家庭条件还算不错。 彩礼给的也厚道,你就嫁过去吧。 李美珍最终抵挡不住家人的软磨硬泡,选择和这个上门提亲的男人结婚。 这个上门提亲的男人是村里的人家,算不上知根知底,但大家也都知小一二。 她的丈夫没念过什么书,但有着一身力气,平时干活也很卖力,是个过日子的好男人。 可外人也只看到这里,同村人不知道的是她的脾气非常的暴躁,一遇到什么问题,就想用武力来解决。 18岁的李美珍懵懵懂懂的成为人妻,刚开始的日子,她的丈夫对她还算温柔,可日子久了,她的丈夫就逐渐原形毕露了。 李美珍才意识到自己哪里是迎来了新的生活,简直就是从一个噩梦走入了另一个噩梦。 都是因为娶了你,才让日子这么难过的。 新婚夫妇的那股新鲜感很快过去了,李美珍的丈夫把生活上的不如意都归咎在妻子的身上。 她开始对李美珍拳打脚踢,把自己的怒气都发泄在李美珍的身上。 面对丈夫的家暴,李美珍只能够把自己缩成一团,保护好自己身上柔软的部位。 李美珍为何不反抗呢? 第一是男女本身的力气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李美珍的丈夫又是一个经常干农活的男人,身上的力气自然很大,李美珍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第二是李美珍没有一个可以为她撑腰的娘家。 迎亲嫁娶的风俗是男方给女方出彩礼,女方家庭补贴嫁妆。 可是李美珍的丈夫按照风俗给了李美珍家里一笔可观的彩礼。 但是李美珍的娘家扣下了这笔彩礼,却没有给李美珍拿出任何的嫁妆补贴。 这件事情便让李美珍的婆家拿捏住了。 因为没有嫁妆,因为娘家人不替自己出头,李美珍只能够任由婆家人不断地羞辱自己,任由丈夫心情不好就开始殴打自己。 李美珍的身上经常各种地方都出现瘀青的情况,甚至有时还会渗出血迹。 李美珍不知道该把这样的情况向谁诉说,该找谁为自己做主,她只能打碎了牙齿合着血往自己的肚子里面咽下去。 我儿子打你就是对了,你就是欠打。 我哥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 李美珍的婆婆自然向着自己的儿子可以随便打。 李美珍面对这些侮辱也只能独自忍受。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可他们夫妻二人在田间种田得到的这点钱,已经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正常花销了。 而且他们才刚刚结婚,以后再生孩子,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夫妻两个人便商量着离开老家,福建到广东去找一个工作。 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学历,辗转之下,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两人来到广东的一家砖厂打工。 砖厂的活又脏又累,可这已经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在自己的学历范围内能够找到的薪水报酬最高的工作了。 没有吃过读书的苦,自然就要吃生活的苦。 为了攒些钱,李美珍夫妇决定就在这个砖厂里面打工。 本以为在外面打工,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能够相互扶持,丈夫那火爆的脾气能够收敛一点,自己的日子也会好过一点。 可事实证明,李美珍完全想错了。 专场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要比家里面种田还要累,李美珍丈夫的火爆脾气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被点燃。 没读过书的男人会认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老婆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李美珍的丈夫在打工时也会经常暴打李美珍。 事情被一同打工的工友知道后,李美珍的丈夫不仅以此为耻,反倒还以此为荣,会再惧怕生命强加给她的任何磨难。 李美珍也要开启她新的人生。 李美珍快速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然后走回了娘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李美珍的家里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贫困破落户了。 李美珍的父母把家里的孩子都养大成人后,也积攒了一些积蓄。 现在老两口正在经营着一个小餐馆。 日子虽说算不上是大富大贵,但也是过得有滋有味很惬意。 哪有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李美珍的父母才知道,女儿究竟在这一家人家里过着怎么样的日子。 李美珍的父母把女儿留在了娘家,就让她在餐馆里做一些帮工。 在餐馆里做帮工,虽然挣不到几个钱,但是也能够养活自己。 要不你跟着姐干吧。 姐现在的工作挺自由的,而且一天赚的钱也不少。 李美珍的姐姐也知道了妹妹从前过的日子,她是打心底里面心疼这个妹妹。 李美珍的姐姐现在在一个高桥队里面踩高桥,主要是出席一些丧事现场,到达丧事现场为人家表演节目,一天能够赚一百元左右。 那个时候的一百元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好,李美珍想也没想的就答应下来。 李美珍的姐姐本来是要她跟自己一起扮演一些高桥队里面的角色,可没想到出席丧事现场的李美珍竟然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哭灵人。 这个哭灵人就是在丧事现场上一直哭,而且要把自己的情绪融入到这场丧事里面,真情实感地去哭。 可能李美珍想到了自己从小愿望没能实现的苦,想到了丈夫家暴自己这么多年的苦,想到自己为孩子隐忍这么多年的苦。 她的眼泪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流下来,李美珍哭得没有任何技巧,全部都是感情。 举办丧事的东家看见李美珍哭得居然这么用力,非常满意。 这场丧事结束后,东家就给了李美珍70块钱作为报酬。 李美珍发现自己非常适合这份工作,她以后想要从事这份事业,但是家里人又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谁家正经人去做这一份工作啊? 李美珍的父母不理解。 可现在,李美珍经历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她已经能够为自己做主了。 尽管家里人不同意,但她还一直从事着这个职业,一直给自己找工作。 她为了孩子,没有和丈夫离婚,但现在的她已经不想依附丈夫了,想要凭借自己的劳动来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一片好的前程。 正如李美珍所说的,受过苦的人才哭得出来。 她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虽然只是简单地唱着王者的生平,故事,但正是有了真情实感。 李美珍的哭非常能感染人。 而随着这个行业的逐渐兴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李美珍作为一个哭灵人的工资也逐渐地上涨。 从一开始哭一场的70元已经涨到哭一场,能够得到300到500元。 李美珍一直坚守在这个行业里,她也逐渐从这个行业里摸索出了经验。 她现在也算这个行业里面的老人了,平时人家要雇她哭一场大概能够赚到3000元左右。 有的时候,李美珍一天甚至能够哭好几场。 一天的收入就能够过万元,现在月收入能够过万元的人也很厉害了。 更何况李美珍一天就能收入万元以上。 虽然李美珍赚得多,但她却非常的节俭。 她把这些钱省下来供孩子们念书,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完成她小时候没能完成的遗憾。 李美珍更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过上很好的生活,她用作哭灵人这些年攒下的钱帮助孩子们都买了房子。 她自己也在短视频平台上开了一个叫真儿的网络账号分享自己的生活。 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之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勇敢地说不。 李美珍的故事很好地感染了大家,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 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新的人生都不算太晚,只要自己勇敢地面对,定能迎接崭新幸福的人生。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